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2018年1月11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这世界越来越乱了,一名13岁华裔女学生遇遭母亲男友掐死后藏尸车后香,不料该名男子准备弃尸时碰上巡警当场落网 土著团结党总裁敦马哈迪在脸书专页面开播,与网友商讨至国方策之际,强调今时今日的反对党不能只是一位反对,而必须提出对策 体育消息,日本奥运国家代表之间爆出了大丑闻,一名选手给自己的奥运竞争对手下药,丑闻爆发后,下药的肇事者林穆康大除了背禁赛8年之外,还遭除名 娱乐新闻,湖南卫视歌唱节目《歌手2018》周五首播,原本传闻在比赛名单的天后阿妹张惠妹,党齐无法配合未能参赛,也因此爆出节目组开出,一记4200万人民必利要阿妹出赛,如此高的唱愁,台湾上班族就算不吃不喝700年也未必赚到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